Hello, 各位各位,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月31日 在这里说一声 以后我们的视频就尽可能会尝试加字幕 但是字幕因为是AI 由某家香港比较出名的做广东话字幕公司 尝试用它 现在试了一个星期 看看行不行 这个星期会先试一下 看看效果如何 因为出来的字幕也不是很准 但是也很大部分 我们就看看 我们做这个剪辑要做多久 如果太长我们就没办法做 所以如果中间 我们会先不是怎么做剪辑 就放上去 看看是否错得多 如果错得多 麻烦大家和我们说一声 太厉害了 我们就看看如何改进 说回市场 今天过股的量 其实跌了 其实过股的量跌了 但是它的量又不是很多 肯子股是多些 其他的过股就不是特别厉害 似的状态是怎样呢 就是经常说的 我想沽 下面没有人折 但是又不是很多人沽 所以它的价格就不会跌 打到很多 也形成不了很大的量 也没有人出来收货了 我想现在这个时间是观望 即是拨反弹 觉得要反弹的人 仍然是觉得要反弹 觉得市场仍然会上升 也仍然是有 昨天收市 美市也入了几十亿 不知为什么 不知是什么资金来的 就是在净假时段 那今天就 今天就一路跌 跌到四百多点 现在看到这个图 这个图就是美匯的图 即时的走势 就是了 那我们看看 目前 恆子 淡了百多点上来 在这里 咬了上来 这条线 在这里 在这两个位置画 画出来 一直沽下去 一直沽下去 其实这个图 你将它 如果买牛红尺牙 你反转它来看 它便走到单边市 美市变回来 这个就是美市变回上去 那 OK 到这里 跌不穿 这条车先 那便跟着上去 那是否这样解释 那当然不是这样解释 那只不过你做个参考 那这条东西 为什么要上去 就是刚才那张图 刚才这张图 你便看到了 美匯怎么会掉下来 那你港股便抽上去 就是这样 整件事 没有什么好做 然后一收了市 它便来了 说完很弱 现在 突然 不知会不会有 为什么大家可以看到 会不会有一棍 又马上去 所以 这个 暂时不知道 那 你问我 市要回来 也很合理 但是回来多少 我原本自己 预期在214、215 这些位置 会有一个反弹 到时可以考虑一下 如何处理 那未来的什么 会影响到市 首先 我们知道 未来星期三的半夜 或是说 未来星期三的半夜 美国会议释 然后将来星期四的夜晚 就是欧央行 和英国会议释 好像有一个中间时段 就是四五六点的时间 我没记得了 但是一个星期三凌晨 星期四 意识会有什么想法呢?我先说欧元区 如果加息多,今天出了一个英国的 法国的CPI比预期低,差不多的 照看来,应该没有那么厉害的 假设偏向那个状态,就是加息不会很激烈 不会很激烈 但两边都照说,假设加息多,加息多是什么意思呢? 认为我还要快点去压值的通胀 很明显,欧元一定会变强 DXY就会变弱,因为一男子里面欧元区的东西就占最多了 欧洲,欧洲占最多了 到时候也会连带,连到人仔也会变强 人仔其实不是直接跟DXY对比 就是跟美区对比 但是呢 相关性,就是它有一个台步效应 你一拉,旁边它也会起来 相对来说,那个beta也接近 所以这个 要知道 另外,如果加息小,加息小 那欧元的 区对 就会转弱 就会转弱 DXY就会转强 但欧元会不会转弱呢? 也不会 因为已经 这些东西 是差不多在框架里面的 大家都知道 现在是一个平衡点 美金你说 他再弱 他将来还要加两码 有机会加两码 所以明晚就重要了 等下再说 去到这样的情报 其实如果欧元弱 DXY就会强 但可能 憧憬美国的加息步伐 又会减慢 为什么? 因为他加息小 加息甚至乎 不会不加息 加息小 那就会投射回去 美国会不会都是这样想呢? 会不会都会减慢加息呢? 到时候 他人真的没有那么弱 然后就 持平 不要说没那么弱 就是持平 然后市场可能会再抽升 市场很兴奋 欧元的状态 如果美国自己加息 基本上0.25 就板上钉钉 市场看到这样 可能也会有反弹 看到你 出来了 真的0.25 没问题了 市场可能就会有反弹 重点是看看 后面有什么要说 而0.5的机会 相对来说 比较小 这就不需要特别多说 如果0.25的话 首先会刺激了纳指 不过同时间 这个星期美国也有很多业绩 又有现在 但没什么人去说 衰退 衰退 好像磨灭了 有些东西是臭死的 但是衰退 基本上 一定会发生的 只不过是有的深度如何 这个我们就 不知道了 而这个深度 将来会怎样呢 它就会反映出一个结果 就是盈利重股 我们经常说 这件事会不会出现呢 衰退了 什么时候你会做 那种重股呢 如果那种重股的话 必须无疑 好了 到时候 是不是真的会有 这个盈利重股呢 其实就是 现在就看业绩 现在看起来 大家就不是觉得 之前已经出现的业绩 就不是很逼切 但是 这个星期 是有很多业绩的 苹果也是这个星期的 这一定会影响大事 苹果跌得多 纳紙就会堵住 我们早前就说 一家公司好 生意好 老头会不会自己减薪40%呢 我不可以说一定不会 就是一个问题 它会不会呢 那它会的 是什么状态呢 新鲜事出 然后让旁边的那些 我要减薪你旁边的工程师 旁边的那些人员 那些工资 低层的未必减薪 减薪这些高的职位的工资 去减薪 我才能说服你 我自己也减薪 如果我生意好 前景好 那我为什么要减薪这些人的工资 问题就是这里 但是我减薪这些人的工资 又可以令到我未来的资本 资本 资本的资本的资本 减少 又可以令到我 无利增加 无利增加 纯利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 所以这个是有一个 但是那个会滞后 会后一点才出现的 首先就是 究竟我们用这东西去估 他究竟 他为什么要减薪 为什么要减薪人工呢 所以这个 我们要留意 如果假设不好 可能 未来的意识OK 打一打 然后到他出业绩的时候 我没有意识来看 苹果星期四 苹果业绩 看看时间是怎样的 即是他出来的时候 如果不好就会放下来 这个 会出现 但我觉得 整个业绩的话 整个业绩是不是真的会判断衰退呢 在 1Q是想着 有一个预期 接着2Q 2Q、3Q应该才会是重点 所以 在之前这两天 昨天美股跌 也会跌 然后我们港股也跌 港股跌 可能是相关的 可能因为这样 避险 避险的那些 可能有这样的状态出现 而美股 是去到 星期四 星期四凌晨 星期三的半夜 即是明天的半夜 就会出来说 市场在星期四 我们港股就会反映 然后星期四 港股早上就会有美国加息的考虑 然后去到星期五 早上 又会出现这个意识 欧洲意识的结果 的考虑 即是星期四 反映美股 星期五 你又反映 前一天的欧洲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星期三 也是一个 温度 这个温度 要不要处理 淡仓也好 或者自己的好仓也好 这里就想一想 自己注意 如果你不多 我喝到的 你可以往上加 也可以 但如果不是 我是 也不是 我也不少 这样 你就 最好做些处理 我是看 觉得他会有机会去到 214 215 但今天下到217 附近 就收回了 就开始 买回上来 买回上来 因为 美会上升 美会就看到 剩一棍 很乱 这段时间 真的特别乱 和以往 以往也有点 乱 但没那么夸张 另外 究竟我做不做胆 我觉得现在的考虑 我都说了 昨天的早晨节目 我们都说了 早晨名单 我都说了 我会考虑 2月份 考虑要积极一点 再去做胆 就是去做这种东西 考虑 就不知道 昨天真的会做 我个人觉得 看着这张图 就这样想 它升了上去 纯粹技术操作 你掉下来 做一个bounce back 我看你bounce back 之后 那个顶在哪里 有两个situation 第一个situation 你升穿 升穿很大机会 就继续背驰 这里已经背驰 RSI还没背驰 所以它有机会升穿少少 打你2300那些 然后背驰 我不肯定 只不过我一个推演的 如果不是 我 low high 我去low high 这里就买了 然后去到哪里 上升轨也好 然后20天线也好 穿的就继续持有 因为如果你穿的 为了穿前脚的 就继续持有 如果不是穿到这些位置 有反弹 先吃壶 先吃了那浸 不要管它 然后看下一手怎么做 或者我觉得避险一半 然后再下 整个操作 我觉得去到这一部分 就好做了 就好做了 我可以这样等 等这个机会去做 就不用每次都很急 有时候都可以分析一下 过股 他们的跌 是不是真的 你打算跌 或者 是不是 你见到它跌 是因为 警方 还是真的被人洗盘 这些就可以自己去分析一下 那 我先看看 好了 如果你过股 去到这些情况 反弹 它不穿 过股 我认为 不穿 有限制不穿 我认为 应该要减一点 吃点糊 明天早上我会讲一下 CPI这个问题 最近 今天也出了 中国的PMI 中国的PMI 全线 回升 全线回升 可以很容易理解 因为大家的 封城 影响了这些东西 所以 现在你不封 我接到单 我做到事 完全 不是那回事 会正常做 服务业的PMI 就更加高 升弹了很多 也是可以合理 第一个月 第一季度 它能够有这么快的 反弹 我觉得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我觉得 第一季 也未必是可以 虽然我估计 一个多月 就会开始 差不多 但是 第一就快过了 第二就是 它第一季 我预期 第一季 可能也不是很大的 增长 有到Q2Q3 我才知道 你能不能 但是如果现在 你消费了出去 因为我们中国人 有一个 有一个习俗 无论如何都好 过年的时候 你好好地看 那些东西都是 用 然后后面省 如果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自己都知道 是有这些 个案子的 过时过节 就算了 用 所以后面 会怎样呢 这个都未知 我从国民的角度去看 我自己 希望它好 真心觉得它好 希望它是好 因为 人民生活 相当辛苦 很艰辛 你当中听到很多 古 没有 古灵精怪的东西 总之就是这样 真的假的我们也不知道 但总之就是 肯定是想它好 就是好 反弹了 你过估自己就考虑要不要 减紧一点 减紧一点 总之我们一直 帮你做功课 一直在群里 一直在周围 一直在这样说 这些位置 就开始 你就是要吃 减紧一点 减紧一点 现在它还有机会 可以让你反弹 反弹之后 你就可以 再处理一下 如果你想着它继续无限升 你处理了一点 你还拿着一点 就继续无限升 不用拿着全部 我经常说的 昨天说的 当我买少了 买少了一点 买少了一点 不买那么大 那就行了 不用 强迫自己